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5月4日 星期四 大家一起努力工作 現在的氣溫暖了少許 25度 外面是多雲 間中天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開冷氣睡覺 我說沒有 我只是照舊開風扇 一股偏藍氣流正在影響廣東餘昂的地區 另外 高空反氣旋正在位華南沿岸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 早晚時間部分多雲 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0度 新界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 天文台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也會有幾陣趙雨 星期日和下星期一的趙雨會較頻密 及有雷暴 即是30度的話 可能今晚睡覺會開冷氣也不頂 不過 還是看看究竟是否熱 不過 開冷氣這對我不是必須 因為始終 自從在淘寶買了一把強力風扇之後 也很少說要開冷氣 接著 和大家看看新聞 葵聰6號的貨櫃碼頭發生了奪命工業意外 在昨天晚上7時 警方接報 貨櫃碼頭裡有一名工人被俗稱龍門架吊機剪刪 當場重傷 送院後 也證實死亡 警方接報到場正在調查事件 消息指 死者62歲姓劉 當時一名目擊的工人 在上址路面灑水期間 發現死者倒餓在地上 懷疑被龍門架剪刪 警方暫時列作為工業意外調查 下一則新聞 關於昨天天星小輪的那件事 原來被揭發了連續25天的奸期 令很多行外人 包括我 都覺得相當震驚 特別是一些公權會 都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連續25天 拿人命嗎 你猜你十多萬個月嗎 只不過 天星小輪那邊自己表示 目前船隊的奸表 就已經沿用了很多年 員工普遍都是支持現有的制度 並且要求保留 對於有員工在當值的時候 突然之間去世 公司全部人都是十分遠識 就會全力配合調查 根據香港的勞工條例 凡是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員工 每七天都可以享有一天的休息日 在僱員同意之下 僱主可以另外修訂休息日 去替代原本的休息日 既可以是固定性 亦可以是非固定性 所以這一個 你可以說不是違法也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同意 但有公權會 直戚不可思議 既然不是緊急服務 你不是說救護員突然之間死人倒樓 所以你要連續救25天的人 究竟哪有可能就是 開這些小輪連續25天 上班沒有假放呢 不過有些員工就說 連回25天再放5天 就更開心 因為那五天可以回去大陸玩 可以探親 做些什麼都更方便 至於怎樣放假 就真的由人決定 不過你問我的話 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即是可以 翻三天放一天 翻三天放一天 這樣 人會輕鬆自在一點 如果不是 你每天都要上班的話 就算你不累 就算你上班 你應付得到上班的內容也好 其實你的人都會生氣 即是心靈健康問題 因為我以前都經歷過 因為長期工作 所以導致心靈不健康的狀況出現 所以我都頗理解 心裡有道氣 然後你還要繼續上班的感覺 下一則新聞 MIRROR 全員參演的電影十二怪盜 就在昨天舉行記者會 十二指以全黑的造型出場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MIRROR 又打算搞演唱會 題目也沒有提過MO 即是MO 他被大家弄成這樣 最後就是以花姐和魯亭輝 縮在幕後 繼續擺放存款做人 那就完結了 即是 完全沒有提過MO 又不說 究竟擔不擔心下一個螢幕會打傷人 那麼 花姐會不會做什麼總監 又有花姐在這裡 大家放心 基本上就完全不理 甚至乎MIRROR 即是他們全員出來搞記者會 什麼十二怪盜電影 都沒有見到他們全體去探望MO 你說十二指也算了 花姐、魯亭輝 MO和爸爸都爆料 就是完全沒有去探望 接著現在 嘻嘻哈哈 又繼續搞什麼演唱會 即是這些 引血饅頭是極致的 我覺得稍為有血性的人看到 其實都會覺得這個安排是有點不妥的 當然我知道賺錢是重要的 但賺錢好像賺到沒有人性 下一則新聞 大批內地旅客 五一黃金周到訪香港美食天堂 小紅書熱點 有明星飯堂之稱的華嫂冰室尖沙咀分店 在黃金周之前捲入了鬧客風波 說這間店鋪在八點鐘收銀 接著就叫內地旅客 就說 你雖然在吃飯 但麻煩你先埋了一張單 這件事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實在太正常了 即是我們不會覺得是甚麼 但原來內地旅客對於這件事 就頗為反感 更加就說 我都沒吃完 為什麼叫我埋單 接著就說 即是那些老闆 還是員工那些就說 不用理他們 他們正在吃垃圾 接著 那個內地遊客 就不懂得說廣東話 但也聽得明一點 特別是垃圾 這些 即是比較普通常見的字眼 於是 就上網發文去吐苦水 更加就是說 已經向旅法局和消委會投訴 蓋炭就說 香港的服務業就不應該是這樣 華嫂冰室的負責人華嫂 回覆查詢就說 已經向攝氏的店長了解 相信應該是語言溝通問題 因為廣東話的垃圾 普通話就叫做拉茲 可能有些事情上不一樣 因為不是所有的普通話 是廣東話說歪少少就是 所以會有言語上的矛盾 聽錯的不奇怪 下一則新聞 又是五一黃金周 浙江東陽一景區檢票後 在4月30日發生了一宗插隊引發的護罵事件 全程被人拍了 放上網 引發網民的熱意 當時有兩名女子被一名男子指責 說插隊 結果當場路修成路就說 我就是要插隊 我不是那些好東西的人 有知情的人士就說 當時有兩個人排錯隊 所以就想著平移 即是質質播不多角地說去隔離隊 但後面的男人不同意 事件經過發酵後 當時人在2號發文回應 認為自己是被冤枉 以及被人欺負 有時候就不可以一觸光打一船人 14億人入面什麼人都有 雖然整體上 內地人的收養文化水平提升了很多 但對於一些六十幾 五十幾的人來說 他們可能是少數沒有接受 文化升級洗禮的人都不承認 而且有時候就說 不是老人家變壞 只不過是壞人變老了 所以無謂就是說 因為一兩條影片 針對所有內地人 針對所有香港人 這樣其實是對全部人的一種不公平 下一單新聞 沙田懷疑發生了一些 不尋常對待動物的事件 網上有一段十二秒的短片顯示 一頭連幼的雪囂犬 坐在一個狹窄的鐵籠當中 突然之間 有一個懷疑是男狗主的人 用雙手捉住他的頭 接著 將他扯到龍邊附近 繼而把狗頭放到鐵閘邊上方 再用力把上蠍色的龍蓋向下壓 把狗頭夾在鐵籠和龍蓋之間 年幼的雪囂犬因為太辛苦 所以發出叫聲 雙眼燈直 口部張大 似乎快要窒息 事件放在網上 立即有人報警 報警後 警方找到涉案人士 警方說 沒有人承認自己是拍片者 所以未能拘捕任何人 當時的事 但是 截至到5月3日晚上 即昨天晚上 有其他人說 最後更新回事 警方已經立案 拘捕了涉案者 狗隻會交給外戶動物協會 最後拘捕了一個22歲姓黃的男子 其實我覺得 為何養狗要放狗籠在那裡 你要放狗籠在那裡 不如不要養狗 又要擔心別人跑來跑去 人家的狗天生就是要跑來跑去 最多就是 弄一間狗屋給牠自己拔 但你沒理由 用一種會上鎖的模式 去限制狗狗的自由 下一則新聞 又是跟動物有關 NPV非牟利的獸醫服務協會 在Facebook表示 在2號的時候 醫院接收了一隻 藥室尼犬 經過診斷後 發現狗狗的牢骨 有凹陷性骨折和腦創傷 頭骨明顯是凹陷 經過醫生手術後 在牢內取出超過18塊碎片 這個協會說 很明顯是主人對牢有不妥 所以就報警處理 暫時狗狗還在ICU病房 還未度過危險期 最後 警方在昨天晚上6時 接獲到一個44歲姓鐘的女獸醫 不過暫時未有人被捕 可能還在找他的主人 下一則新聞 自從警察調整了入職條件 大家都會關注 警察太辛苦 我做不到警察 其他紀律部隊的入職要求是怎樣 暫時其他四個紀律部隊 都是維持不變 DSE中英文 都要最少LV2 不過消防都在研究 會放寬視力限制 其實在現階段來說 視力限制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畢竟現在大家小時候用手機 用電腦 很多人都有近視 不過 過了18歲之後 家裡有沒有錢給他 去修理好眼睛 又或者自己有沒有心 去賺錢修理好眼睛 放寬視力要求 都是一件好事 畢竟你所有地方都說不夠人 還有我覺得 下一個比較適合放寬入職條件的 應該是懲教 總之放寬多些人去做的話 可以減少失業率 令更多人 特別是基層 可以透過做紀律部隊 脫貧 當然不是大富大貴 但起碼你可以更加自由 有經濟能力 可以養起自己的家人 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更加舒服 因為一個人有錢和沒錢 真的可以差很遠 下一則新聞 區議會重組 於是有人宣布不參選 公民黨創黨成員 現任南區區議會 副主席施馬文 在昨天宣布 完任期後 不再參選 形容為自己的政治生涯 畫上句號 其實沒所謂 大家想想 像這些人 你覺得下屆還可以選嗎? 根本是純粹找個下台街 同樣 認識不到女生 便說自己選擇單身 跌落地 大家拿回沙子 所以這些 都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還有 在將來區議會 塵埃樂定 真的選人後 因為區議會議員的人工 以及新津 其實對於民主黨 黨派來說 都是用來吊命的收入 如果他們真的沒有人參選 代表立法會他們沒有人 到時區議會他們沒有人的話 他們是完全玩完 一滴水都沒有 沒辦法營運下去 下一則新聞 醫療事故 東華醫院的發言人 在昨天表示 這間醫院遺留了護理診所早前 在檢視化驗報告期間 有部份報告 沒有按照正常程序自動列印 導致診所疑誤通知13名病人 有關尿液化驗的結果 診所發現這件事後 就已經安排了其中11名病人提前複診 剩下的2名病人 將會在今個星期內複診 完成全部複診後 病人們都沒有緊急狀況 為何要驗尿 通常驗得尿都是有些事情不同 你印漏了報告通知人的話 隨時便說 可能當刻便沒事 但會忽略了特別是一些癌症 因為尿液中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可以看到Keytones的含量 如果Keytones含量比較高 代表會不會有機會有癌症呢 所以盡早通知是必要的 不過幸好最後沒有人有大礙 下一則新聞 中小學生流失情況持續擴大 根據教育局最新數據推算 在二二年至二三學年流失 大約二萬七千個中小學生 流失率大約4% 按年增加了0.36%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分析說 反映了港學童離港的人數 相信主要是和移民潮有關 加上部分跨境學生 由於疫情的影響之後 令到他們不想再回香港上學 所以也會少了很多學生 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便說 香港是屬於開放型社會 學生人口流動是屬於常態 未來的三年 生產的越來越少 人的部份會走減 所以未來的人口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 下一則新聞 同樂居的新聞 現在還繼續審 有一個職員在昨天被判了要入獄4個星期 這個照顧員52歲 叫做盧敏兒 這些人就不看他那麼多 總之 最好坐多一點 只坐一個月怎麼夠 下一則新聞 民政處一名前女助理 涉嫌用兩張假的醫生證明 取得病假 經過調查後發現這兩名醫生 在證明書日期當日 並未有為助理診證 這個女助理 之後被廉政公署拘捕了 最後在昨天在屯門法院提堂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主任裁判官蘇文龍 將案件押後到6月28日再信 女被告叫張倩如 26歲 就是這麼年輕 就是民政處的前活動推廣助理 好地地斷送了自己的前途 這些人都不抵可憐 為了騙病假之類的 玩得那麼盡 下一則新聞 大家要留意 政府近年去打擊那些垃圾蟲 很快 即是不是很快 其實明天就會刊獻 到時亂拋垃圾不是罰千五 而是罰三千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下一則新聞 勞工及福利局表示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統計 在今年三月底本港登記的路屬者人數 是一千四百四十一人 較去年同期 少了一百二十三人 亦都是疫情下三年的新低 不過 數字仍然是比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2020年的三月底 是來得要多 更加比起2019年的同期 多了11% 換句話說 就算現在的路屬人數低 也好 但其實比起以前也多 究竟如何處理路屬者的問題 是否當他們是烏鷹吉塑 見到他們在哪裡 就趕走他們 等他們自生自滅 這些政府也要去想想 如何解決 不過現在香港 即是 你連普通人都住不了 更何況是路屬者 有很多經濟 有少少能力的人 他們都想住那些中轉房屋 但都住不了 更何況就是 一些路屬者 如何讓他們住 即是香港暫時沒有那麼多 可以被人住的房屋 下一則新聞 拆單元騙案 37歲的女生 WhatsApp認證拆單元騙案 被人騙了八十萬 其實之前我自己用的Facebook 都收到一些刷單元騙案 就是 有沒有興趣幫那些YouTuber 點讚和訂閱 有950元一天 我也想知道 什麼YouTuber 訂閱和點讚 能夠出到950元這麼多 如果這麼好賺的話 那我不拍片了 我全職幫人留言點讚就算了 所以這些人 Facebook的訊息給我的時候 立即封了她 我沒那麼空 沒那麼多時間和她玩 下一則新聞 一個60歲的婦人 被郵稅投資虛擬貨幣 最後被人騙了460萬 唉這些不說那麼多 大家聽了一段時間都知道 下一則新聞 警方就在觀塘那裡掃黃 拘捕了一個44歲的內地女子 她涉緣違反逗留條件 因為正在被扣留調查當中 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比較罕見 警方就指 將軍澳警區在4月30日 接到一個便利店職員報案 收到5張100元 但懷疑是假的紙幣 用來增值電子支付工具 將軍澳警員經過情報分析和深入調查 在5月2日在善明村 以涉嫌行使偽造紙幣和管有偽鈔 拘捕了一個55歲姓歐的本地男子 和一個19歲姓劉的本地女子 被捕的男女現證被扣留調查當中 在行動中 人員在男子身上檢獲24張 面值100元的懷疑偽鈔 合共2400元 偽鈔這件事其實博不過 即使大家不管你在哪裏 不小心得到偽鈔 可能你會覺得 我不拿去增值的話 等於蝕了 但如果你明知而去用的話 到其時惹上官非 偽鈔這些 你被捕到 以及被律政司的律師 告你覺得你是有意圖去用的話 坐三四年 那你就可以想想 究竟會不會為了一兩百元 或者為了一兩千元 或者五個水 令到自己冒上牢獄之災呢 就算你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但最後官司搞你一輪 你的總損失都肯定不止五百元 雖然我也明白的 即是如果你做人 無緣無故不見了五個水 你的心是痛到想哭的 但為了不要坐牢 有時你拿到偽鈔 都是建議報警 等警方去處理就算了 下一則新聞 咦? 請仔附近的地方 新蒲江 警方原來在昨天下午兩時 在新蒲江展開了反非法勞工的行動 警員在錦榮街 拘捕了一個55歲勝利的內地女子 他涉嫌不道德 目的就是叫人去做一些黃色的行為 以及違反了逗留條件 另外一個59歲姓胡的男子 他就涉嫌做雞頭 被人抓了 最後 在住宅單位找到一批床上膠袋 售口水、潤滑劑和毛巾 據了解 兩個人是持商情證來港 互相認識 下一則新聞 油麻地警員和食環處人員 昨天下午在油麻地的新田地街 上海街、窩打路道、石龍街 和果欄一帶進行聯合行動 打擊左街和交通為例的事項 警方針對那些危及道路使用者的人 發出了6張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以及14張的阻街罰款通知書 並且進行了相關街道的清理 下一則新聞 警方多個部門在全香港多區 進行反罪惡和反三合會行動 合共拘捕了262人 賭破了多間的無牌酒吧 非法藥物的分銷中心 檢獲到大批藥物 包括總值1600萬的非法藥物 價值50萬的私煙 還有196萬的現金 這些人就該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跟進新聞 在上星期二 二十五號晚上八點的時候 之前跟大家說過 在元朗有一架私家車 被一名男子大力金剛腳踢了一腳 踢到凹了之後 轉身離去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 在昨天早上九點 在元朗鳳琴街一個單位 拘捕了一個三十歲姓謝的本地男子 涉嫌刑事毀壞 莫似那腳踢得寬 但是警方如果有心做事的話 一定會捉到 所以 怎樣說好呢 現在周圍都是鏡頭的話 所以犯法 其實這件事是很不值得的 下一則新聞 東九龍總區的交通部 在昨天下午1點 在區內展開了打擊超速駕駛的交通為例行動 警方在清水灣道往九龍方向 發現了一架平自私家車高速行駛 於是上前去查折 經過初步調查後 警員在三十一歲姓陳的男司機身上 檢獲一包大約六克重的非法藥物 市值1200元 最後被拘捕了 下一則新聞 新蒲江發生了襲警案 原來新蒲江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也不知道 在昨天下午1點 有警員在巡經崇寧街近寧遠街的時候 發現了一架私家車在上紫維柏 當時車上沒有人 警員發出了俗稱牛肉缸 在這時候 53歲姓蕭的男司機接返 發現被抄牌的時候 情緒激動 懷疑在關上車門的時候 撞向警員 所以 就以襲警罪被人抓了 通常有些人 被抄完牌後 就炸炸地 開門關門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撞到人 這些小學雞的動作 最後警員當然不會習慣你 就不會說 哎呀呀他很可憐 被人抄了牌 哎呀被人撞傷 哎呀不要緊 總之你撞傷的 可以不要緊 襲警 先拘捕 這些人情緒管理比較差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11點 在上環的德庫道中 188號兩名工人 就拘捕 因為吊船沒有電 所以被困在十樓高的半空 消防駕起雲梯 將工人救下 受到意外影響 德庫道中往西環方向 近住臨時街的部分行車線 全線封閉 往金鐘方向解封 即是那些吊車沒有電 其實高空工作 最近都比較多相關的意外新聞 例如打風 搞到半天吊 然後這個就說沒有電 之前有些更誇張的 就是條帶斷了 劈柄在上面斷了 直接掉下來的都有 所以高空工作那些 就不要以為 哎呀他賺三四萬一個月 又不用讀書正 但是人家冒著生命危險 去上班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上午十一點 一個七十歲姓陳的老翁 在小西灣的運動場 撒太極 突然之間暈倒 送院之後 幸好沒有什麼大礙 下一則新聞 赤柱的大潭道 發生了交通意外 在昨天的早上十點二十五分 沿著大潭道往淺水灣方向行駛 駛到近大潭水塘道交界的時候 跟一個六十歲姓林的 駛著電單車的男子相撞 結果兩個鐵騎士都倒地 最後送到醫院接受治療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七點三十三分 一個男子在青衣村兒葉樓的住所裡 他本身是一個電工 企圖拼電線 自己看不開 救護員接報道場發現 事主觸電受傷 流鼻血 清醒送往馬嘉年醫院治理 據了解 這個男公雖然是電工 但他已經不良於行 亦有肝癌 懷疑是因為病 所以搞到這樣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七點半 一輛停泊在西環皇后大道西的 562號對開路邊 一輛白色的Tesla被人淋紅油 車尾左右邊的車身車窗 都被人噴上紅黃色的油 姓黃的四十歲車主拿車的時候 就發現報警 警員到場 就把他列作為刑事毀壞案處理 一輛白色車被人淋紅油的話 真是心痛到爆 下一則新聞 又是跟進新聞 之前澳門銀河賭場打鬥案 澳門的警方 再拘捕多五名男子 事隔兩天之後 就下網了 奇怪 你打完膠的話 你就正常離開澳門 因為很多人澳門都不是住在那裡 你是旅客 居然說 這樣被人拘捕了 正常你應該第一時間想離開 不離開被人拘捕了 也是一件好事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晚上11點34分 在九龍灣雲光道80號 麗精商場 就有火警鐘鳴響 保安循著聲音就發現 地下一間餐廳就冒煙 於是就慌忙報警 發現廚房煮窿 所以就無出白煙 事件當中就無人受傷 亦都無需疏散 好了 最後一則新聞 根據台灣媒體 在2號的報導 桃園市一名的受害人 在上星期報案就說 自己就懷疑被詐騙集團吸引投資 曾經兩度匯出了兩筆合共超過一百萬新台幣的款項 即大概二十幾萬三十萬港幣 去到星期一的時候 再獲對方要求支付第三筆五十萬新台幣 即大約十三萬港幣的款項 桃園警方就準備了一些冥鈔 準備去交收 最後就拘捕了人 拘捕了那個人是香港直姓陳的人 香港人騙台灣人 最後就被台灣警方拘捕了 無論你什麼人都好 總之騙子被人拘捕就相當之很好 好了 今天的神早新聞就來到這裡了 由於我的窗簾拿了去洗 所以今天隨便掛了衣服遮光就算了 今天早上不知為何起床 又是有點痰 所以搞到說話又是有點卡住卡住 不過整體上來說 現在身體舒服了很多 還有 都繼續吃維他命吃了一個星期 不過介紹我吃的朋友 他就說 維他命要起碼連續吃一個月 才會見到當中的好效果 例如說 皮膚變漂亮了 然後個人精神了 其實個人精神了那方面 我是明確感受到的 不過可能是因為我又吃中藥 然後我又吃維他命 又戒口 所以我徹底希望扭轉這二十七年 已經接近敗壞崩潰的身體 總之現在就越來越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因為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你是真的熬不到你每天都要工作的那種流程 不過有時候可能早上起床 不知道是怎樣 還是有少少痰 希望儘快給我幾個星期的時間 我再解決好問題 每天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集真的來到這裏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